歼20和歼16是人民空军现役主力战机 歼20具有高隐身性、高态势感知、高机动性等特点 是一把对空对海作战夺取制空权的利剑 歼16是我国自主研发的双座重型多用途战斗机 它既可完成制空作战任务 也能实施对地对海打击 052D型驱逐舰 则是我军及052C型驱逐舰后 又一种配备相控阵雷达与垂直发射区域防空导弹系统的 现代化防空驱逐舰有中华神盾之称 071型登陆舰是海军大型多功能两栖船物登陆舰 可作为登陆艇的母舰 用来运送士兵、步兵战车、主战坦克等展开登陆作战 也可以搭载两栖车辆以及起降大型直升机 远乡火是陆军的新型远程火箭炮系统 它具备远程乡式发射系统 能够配备不同口径的火箭弹 打击能力强、灵活发射 在战场上发挥着关键作用 火箭炮 啥不起火箭炮 这六款武器装备 我也注意到 在我们东部战区的宣传画篮里面 特别分类 分成了三大类 第一类就是叫长舰 舰指台独 重点体现的是 我们空军航空兵的两款兵器 就是歼20飞机和我们歼16飞机 由他俩构成一个空中作战力量体系 实施空中进空战役 破击对方的整体一个作战体系 这种舰是带舰势的 所以它是一种切削兵器 第二种剑是金属旁一个尖割的尖 这是一种盾机兵器 用靠它的重量对敌方实施猛烈的打击 主要体现的是两款武器防备 一个是052D的导弹驱逐舰 另外是一个071的综合登陆舰 052D主要参加的制海权那个振夺 同时也可以使用舰载火力 对陆上目标实施远程尖确打击 071综合登陆舰 它的作用就不用说了 既是使用两栖登陆兵器 实施泛水编波的陆上突击 同时它是能够搭载直升机的 也就是说也可以使用登陆兵的 垂直登陆方式进行联合登陆作战 夺取潜进终身的任何重要目标 为下一步的后续作战行动 打开一个登陆场 第三款武器装备叫舰鱼 舰鱼的舰我们知道 是依托弓和弩的一种远射兵器 刚好体现的是我们火箭军的 战役战术导弹 和我们陆军部队的 新型远程向性火箭炮 在2022年的演习当中 其实都有体现 展示了非常强大的 精神火力打击能力 还有一个量大管保这个词 其实就是在我们 首播火力打击之后 如果再有后续的火力目标出现 继续可以实施压制性的这样打击